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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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欧洲可以成功被激活 对于迪亚涅 或许中国球迷特别是天津球迷来说并不陌生 16年 天津泰达就花费了190万欧引进 在效率两个赛季后 出场44次15个进球的数据 没有得到俱乐部的认可 但事实上 在多场关键比赛中 正是迪亚涅的进球才使得泰达 能成功在中超占有一席之地 不过很可惜 天津泰达最终嫌弃这位赛内加尔射手 尽管迪亚涅本人很希望可以留队 但是球队没有给予机会 如今重返欧洲联赛大杀四方 傲视射手榜 再想想如今天津泰达的战绩 也着实也偏金太打打脸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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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